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乾隆王朝 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边的乾隆的形象 一般是个风流天子 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那你光看见乾隆吃喝玩乐了 你知道人家有多努力吗 这就像啊,有些网上评论 说那个小鲜肉啊,没演技 哎,人家粉丝不愿意了 你知道我们家哥哥平时多努力吗 哎,咱们这集啊,就跟大伙聊聊这乾隆 他有多努力 这个,先说说乾隆自己还是皇子的时候 他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 这个雍正皇帝啊,自己当皇子的时候 经历了惨痛的九子夺嫡 这咱们前面讲了好多集了啊 然后呢,雍正就反思 不能让这样九子夺嫡的悲剧啊 再发生在自己的儿子们身上 那之前为什么会有九子夺嫡呢 因为这九个儿子啊 就有康熙的这九个儿子 个个有本事 个个还有势力 那不互相争斗才见了鬼呢 所以啊,雍正想明白了 不能让皇子们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来 于是呢,他对自己的皇子 约束都非常严格 首先,你不允许有自己的蜀官 哪些人就是你的官了 那他不天天盼着你当皇上吗 后来一想,光有没蜀官还不行 不能让这些皇子们参与处理政务 你只要处理了政务了 你就能发展自己的亲信 对吧 再后来一想,还别处理政务了 这些皇子啊,都不能让他出去独立建府 你在京城画一块地,这建议你自己的王府 不行,那早晚你还会发展出势力来 那怎么办呢 这些皇子啊,你们就全给朕住在这紫禁城里 住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盯着你们 那好了,管得这么严格 咱们举一例子啊 比如说雍正八年的时候 当时啊,雍正下令要修缮山东屈府的这个孔庙 在雍正八年的时候修好了 这个就派了当时自己的皇子 皇武子洪昼 前去替自己主持孔庙的祭祀大典 当时的洪昼呢是19岁 洪昼前脚走了 后脚雍正就发了一道上誉 说皇武子洪昼这回去啊 专门为的就是文庙的祭祀大典 并不与文地方仪式 其他的政务一点都不许让他知道 若有那无知生事之人 向皇武子告状 搬弄是非等等等等 着地方官严拿至罪 就是这样的严家管束 那你想乾隆皇子时期他干嘛呢 他就只能专心的学习 乾隆咱们前面也说了 人呢很聪明 所以很快这儒家经典那是倒背如流 而且乾隆还有个特点 很有语言天赋 不但经典满语汉语 这两门他常用 这就不必说了 另外还精通蒙语 回语 唐古特语 这啥就是藏语 还有西藩语 就是羌族的语言 一直到乾隆24岁的时候 雍正才允许他参与部分政务 结果呢 参与了一年到25岁 雍正驾崩 乾隆就登基了 这乾隆原来当皇子的时候 怎么这个努力啊 就好好学习 乾隆当了皇上了 登基了以后怎么努力呢 那就是努力工作 刚刚登基的乾隆啊 工作积极 态度谦虚 你想刚当皇上吗 好多事啊 拿不准怎么办 但是年轻的乾隆呢 从来都不独断专行 把这个拿不准的事啊 把它写下来 诸笔细书 写下来之后呢 把这纸折成方寸大小 或寻张厄 或寻孙朱 问问 问谁呢 问张廷玉 鄂尔泰 孙家干诸事等等 这些都是前朝的老臣 经验丰富 问他们 某人嫌否 某事当否 朕准备提拔某个人 大伙觉得合适吗 某件事真打算怎么处理 你们觉得这样 合不合规矩啊 应不应该这么办呢 一日啊 要问十余次 这个前 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边 乾隆这形象 经常呢 乔装改办 改办成个富家子弟 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呢 微服私访 带着宝庙 带着军师 去江湖上 行侠仗义 英雄救美 专就那个 长得好看的美女 长得不好看的 你们先等着吧 好看的 真还救不过来呢 这些 这都是电视剧的演绎 留下了好多 香艳的故事 什么大明湖畔下雨河 等等等等这些 其实呢 这都是 这个电视剧 编造出来的 实际上 那个时候啊 皇上 如果你私自出宫 那是被认为 很不着调的事情 这是一个荒唐的举动 而乾隆呢 是个很自重的人 绝不会干这种事情 那其实乾隆 在宫中的生活啊 跟他老爹雍正 也差不多 大部分的时间 都要跟朝臣们 议事去批阅奏折 等等 这个 而且乾隆啊 是个很自律的人 他这一生啊 你还别说花田酒地 他都很少饮酒 你看乾隆一生 写了几万首诗 这诗里面 居然没有一个字 是这个酒字 那乾隆这么自律 自然身体素质很好 我们前面说了 乾隆活了89岁 不但活得长 生命质量很高 一直到60岁的时候 还精神绝朔 这很了不起啊 你看我 我不知道大伙 有没有这感触啊 我自己现在 离60还远着呢 但是你说这一天 你有没有 那么一个时间 你感觉 是精神绝朔的 精力充沛 我好像没有 那个 过去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 跟宿舍人一块去网吧包夜 通宵一宿 第二天该干啥干啥 现在不行了 你晚上要是熬夜熬的晚 第二天 一天都感觉疲惫 这乾隆呢 不是 60了还精神绝朔 到70以后 才慢慢出现什么 耳聋眼花啊 这样的衰老的迹象 那么乾隆这工作 他有多勤政呢 乾隆朝有这么一个 军机张经 叫赵义 军机张经是什么 呃 就是军机处 大伙都知道 在军机处服务的 这个文书员 哎 就是军机张经 这个赵义呢 就曾经记录过乾隆 秦政的景象 说啊 同职军机者十余人 就我们这帮人 一共十来个人 每夕留一人 素职舍 每天晚上 我们要留一个人 职业班 又恐 劫草促有事 非一人所了 则每日轮一人 早入相助 就又怕呢 早上那会儿 万一皇上骑得早 有什么事要问 这一个人 你想想 又得汇报工作 又要打印PPT 等等等等 怕他忙不过来 那怎么办呢 再找另外一个人 早点来 这个人叫早班 这早班人什么时候来呢 率已五谷入 五谷啊 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 这么早 这个早班人就来了 那皇上到底什么时候起呢 我们平时不知圣公起居 我们也不知道 不敢猜测 也不敢打听 你打听这干嘛 你是不是有意行刺 算了 就自己待忍着吧 然后呢 从今年的12月24日以后 这乾隆皇上 添了一毛病 干嘛呢 上次寝宫出 每过一门 必名爆竹一生 这皇上早上起来 从寝宫出来 往外走 大伙都去过故宫啊 那么多道宫门 哎 皇上每过一道门 啪 放一个炮仗 哎 也不知道怎么喜欢这个 那这一路走 那宫门那么多 那就一路放炮 哎 反正阵已经起来了 你们谁也别睡了 那我们呢 我们在这个 军机处这职房上待着 摇文爆竹声 自远渐进 哎 听着这个炮长的声音啊 越来越近 哎 知道这盛架 已经到了千秦宫了 这时候什么时候呢 一般天都还没亮 还点着蜡烛呢 上须燃烛寸须 使天明也 这个蜡烛啊 还要再烧一寸左右 天才亮 你想这皇上 他起得多早 我们啊 一共十来个人 月五六日 轮一早班 差不多五六天 轮一回早班 夜班 就是这样 已决劳苦 我们都觉得很辛苦了 但是皇上呢 皇上日日如此 对吧 那他也没人替啊 他不能找十个皇上 轮流上班是吧 所以啊 皇上比我们辛苦的多了 而且这样 有寻常 无事事 这是没什么事 正常时间 那特殊情况呢 比如说 西锤用兵 西北正在打仗 这个时候 皇上更辛苦了 有军报志 随夜半 一笔青篮 促召军机大臣 只是记忆 有这个前线的军情来了 即使是半夜到的 皇上立马起床就看 看完了之后 召集军机大臣来 一块商议 前线的紧急军报 一分钟都耽误不得 他们这边商量好了 那怎么办 就要交给我们这帮军机张经纬 我们得拟址啊 于是转你 自起草 至作凯进城 或须一二十 我们啊 从这个你这草稿 一直到差不多修改完毕了 把它用正凯腾好 再交给皇上看 这需要一两个时辰 也就是三四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交上去 上有披意待也 这乾隆皇帝 还披着衣服 在那等着呢 后来呢 皇上打的仗很多 平定西域收复回江 或者对缅甸用功 平定大小金川 等等等等这些 没有军报 尚无补力师批示 这么多场战争 只要前线有军报来了 皇上立即就做指示 这些战争啊 咱们后面都会详详细细 跟大家讲 乾隆的实权武功 据这个军机张经赵义自己说 说皇上这些指示啊 那是洞彻厉害 万里外如是聊火 无不折中 皇上坐镇京城 对万里之外的军情啊 动若观火 运筹帷幄 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讲到那时候 大伙就明白了 再往后 每逢午夜 当然是前线有战时的时候啊 没到半夜 皇上一定要派一个太监出来问 现在还有没有更新的军报啊 没有了 皇上才放心的回去睡觉 有时候啊 等一封据集的军情 长自披衣 坐带静细 皇上披着衣服在那等 等个通宵都不睡 只机密进尘 亡敢退时 那些军机大臣 包括我们这些张经们 那也得在旁边伺候着 你还别说睡觉 连吃点夜宵 垫垫肚子都不敢 据乾隆自己说 说为政之道 莫先于秦 治理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要秦政 所以呢 朕日理万机 为日滋滋 不敢狭义 朕就是这么辛苦的工作 朕都担心啊 生怕耽误了朝政 那朕即刻功于上 亦必须诸臣民勉于下 朕是领导啊 领导都这么辛苦了 你们能不努力工作吗 是吧 朕每天晚上 那么晚才下班 你们也不许早走啊 跟现在好多领导一样 也许领导啊 正在办公室玩手机 那不管 反正你不许逼我走得早 反正玉门听证变色而起 这个这是 玉门听证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前行门外 举行大的朝会 这不是每天都有的 那这个时候呢 抗息 这个乾隆啊 也起得非常早 一般天没亮 已经准备好 要开会了 但是呢 大臣们还没到期 那乾隆不能自己 先去啊 朕是领导啊 朕要最后一个出席 对吧 摆这个范儿 那呢 这乾隆啊 就在屋里边等着 没遣人询问诸臣 曾及其否 过一会儿派台前去问问 哎 这人到期了没有 台前回来说 没有 过一会儿又问问 还没有 一定要问数次之后 使云及其 这人才到期 这朝会啊 才开始召开 那我们看啊 这乾隆啊 执政达六十三年之久 这么长时间 天天如此辛苦的工作 那这大清朝 这得治理的多么好啊 哎 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下回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